大家好我是乔治 最近我真的是有点忙 然后过得非常充实 我不知道你们过得怎么样 好久好久没有看到科技数码区这么热闹了 在一个多星期里面 你只要进入B站的数码区 科技区或者是摄影区 你一定绕不过被加兰心机刷屏的结果 7月90日加兰之后新相机 EOS R5 R6的发布会 当然还有一些镜头咯 这两天国内外不管是微博 B站还是Twitter各种平台上面 都是在讨论EOS R5 R6 这样它新相机发热过热的问题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不管它到底发不发热过不过热 在台调了我们接近小半年胃口的相机 它终于发布了 今天就让我们把时间回到7月90日 让我们看看怎么在发布会之前 我对皮老师Peter McKenon的一个阴谋论 还有让我们来看看这场 让我们期待了许久 却又搞笑得不新的发布会 哦 有些人不知道 皮老师Peter McKenon他说人 那让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Peter McKenon 他是我最喜欢的YouTuber之一 他的每个视频我都看过 他以他有趣的个性 疯狂的B-roll 卡牌魔术 还有口技闻名于YouTube 从他最早的闲有人知 到与Casey Neistat的接触合作 再到他现在的大红大火 可以说他的每一个阶段 我都在贯注着 当然我也从他的视频中学到了不少 那么他作为加伦北美地区的大使 他也是最早上手EOS R5 R6的人之一 哎 扯远了 让我们先来看看 我到底对他有什么阴谋论 Let's roll it 现在是2020年的7月9号 我强烈怀疑啊 Peter McKenon 已经上手EOS R5或者是R6了 因为 这个是Peter McKenon在7月2号发的一个blog 他们刚好说了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后 有一个dayline 有一个死线 他们有个project要发出来 而7月2号加7天等于7月9号 也就是今天 然而今天呢 今天澳洲时间10点钟 现在是9点24分25分 北极时间的8点钟 加拿将召开EOS R5 R6的发布会 巧合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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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阴谋论 我就觉得Peter McKenon 他已经上手了EOS R5 R6 他也将会是YouTube上面第一个发R5 R6 评测的一个私媒体 一个up组 一个YouTuber alright相信很多的你们一定是通过我做加能EOS R5来认识我这个人来关注我的频道的 那么到现在呢 现在还35分钟34分钟 我现在是非常非常激动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但是越到这些时候我越觉得我不太可能去买EOS R5 而我会选择EOS R6 我刚发现除了加能在他的微博上面他们有 第一个应该是官方的链接 然后有B站的 然后有一直播的 有天猫直播 有京东直播 有苏林直播 当然除了这些直播之外呢 我感觉我可能几个直播会一起看 因为在YouTube上面 还有一个英文频道官方的一个直播 我不知道就是加能他们是不是都是转播这个同样的画面 如果转播同样的画面的话 我就用这个YouTube看 因为延迟更少 然后对效果也更好 更稳定 比起B站的话 后来呢 我发现B站跟油管它是不同的信号源 所以说我最后两个也都在看 那发布会开始前呢 我是非常亢奋的 毕竟从二月份等到现在七月份 我真的只等了超久 这个台R5 第二个原因呢 我就是想把这台相机给换掉 做个升级 alright 还有现在还有13分钟开始 好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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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他来了 他来了 他还有一分钟 他来了 于是乎呢 我就看到这场发布会 发布会的具体内容呢 我就不重复了 你们看我的视频的人 应该都知道了 我们就图一乐 我们看看这个发布会的那些 让人抓狂非常搞笑的瞬间 这是在干嘛 你是在automan吗 在automan 中文字幕里面 卑公司左右 我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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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吵 我吵 你吵 我吵 No.1 亚洲和中国的业务 No.2 和大家的交流 No.3 感动争菜 健康最重要 生活要开心 感动争菜 谢谢大家 See you soon I catch you 即将产品EOS R5 因为R5所以威武 因为R5所以威武 只有EOS R5吗 当然不是 EOS R6 哦 加了R6 此外 今天还有 你笑死我了 我就问你们 看不尴尬 但是印象深不深 看着看的时候突然发现 果然果然皮特没看到已经出了 EOS R5 被我说中了 我这么兴奋的原因 第一就是皮特视频很好看 第二就是看他的视频 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R5 更给人一种上手的那种感觉 我这么喜欢评价别人发布会的一个人 我当然也要评价评价能的这场发布会 第一就是场景的问题 这个奥特曼的基地是吧 画风怎么怎么都好像跟相机发布不沾边 我就觉得他应该选择更适合开发布会的那种场景 比如说GT教室比如说剧变啊等等 第二呢就是将来发布会的时间特别长 我这个都是缩短的很短很短的 然后就是他们请到了日本的高层 我们能看出他们对中国市场非常非常重视 但他们他们这个时间长就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母语不是中文 他们说的非常非常慢 而且不标准 然后就是我们要看懂的话 就是只能说是看字幕 但是呢 他这个给我们给了我们一种魔性的效果 就是很好看 就是我们在笑的同时我们也在看是吧 然后呢这个内容上另一方面就是说 他们讲了太多不是干货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大局观 他们在中国的发展 然后在疫情中 我们就是说来看这发布会 我们是主要是想看干货 想看这个视频的相机最后的一个参数是吧 然而他就是前面铺垫了铺垫了很长很长的一个内容 最后最后呢就是加了这些特效 包括PPT跟那个元气单啊 那些五毛钱的动画 五毛钱的制作是吧 他们明显可以做到更好 可是可是呢 就是因为这些五毛的特效 就是因为他们很搞笑的中文 就是因为啊 这样画风不对的一个场景 让人记忆很深刻 哎我看到 我看到最后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发布会 当然要除开那些就是大局观啊 啊就是那些繁琐的真正确的内容内容 没必要说是吧 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你觉得呢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视频 如果说你今天看我视频感到开心的话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那请点击关注 然后 谢谢 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那么他作为 那么他作为加能 那么他作为加能北美地区的大使 他也是最早上手1月4月5月5月6月 那么他作为加能北美地区的大使 那么他作为加能北美地区 那么他再作为加能北美地区 此一分钟 这次